大家好,我是焦大天使投資俱樂部現在的執行長 那我可能在明天的時候會請小光來接後續執行長 那為什麼會這樣做呢?其實是從我們成立開展出就有一個原因的關係 那那個關於焦大我想說在這邊可能大家就是蠻了解 所以焦大就不予介紹 那焦大在這個台灣的電子業其實在這20年來產生了蠻多的優秀學長 那這些學長呢也都各有他們的專業上的專精 然後這個也都算是一些事業上蠻成功的人 然後在四年前的時候有幾個學長就是參加校會那邊也蠻熱絡的 然後也剛好有幾個學長是在創投這個領業有工作蠻多年 然後他們在那邊討論聊天的時候 就覺得說在台灣這個創業的環境裡面 怎麼樣來協助幫忙 那時候他們聊聊聊聊之後呢 他們就覺得說要來去弄一個Angel Club 來協助年輕的創業家能夠去獲得一些協助 那時候當初那個負責的那個是我的同學 然後他是Michael 在做創投跟我同一年2002年一起進去的 然後那時候他覺得說找幾個認識的人 然後就找我過來 然後就找幾個包含在創投蠻多年經驗的 然後也有在創業界蠻多的經驗像小光 就無名小善的連紅拳也一起加入進來 那時候我們就組成了七八個working group 然後也開始想說三四十個 Angel 來去做小作戰就好 那那些有資源的人 有時間的人 他們沒有時間 他們沒有精神來去看這些新创案子 那我們就先幫他們做一些案件的篩選評估 然後讓他們來了解 然後讓他們來做投資 那那時候這樣的想法 我們就有跟校老衛去討論 那校老衛就覺得說 如果要做的話 就希望說做長久做大一點 所以那時候討論下來之後 也經由校老衛協助幫我們找一百個Angel 那一百個Angel就是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小小作我們都是有各有各的工作 校老衛可以做得很快樂 當你有一百個Angel的時候 那就是蠻大的壓力 那我們就努力來去協助這一些 環境來做 那經過這四年下來 其實我們也投資了15個案子 然後有投資了3億多的台幣數據 那其中有兩個案子就fair 像這個裡面的iJoin 就今年初的時候就已經是 算是已經失敗 那有另外一個案子是行動檢測 可能是在這個部分已經失敗 所以說15個案子裡面 現在已經有兩個案子失敗了 所以說不是你案子都能夠成功的 這個Angel們都非常了解 那投資一定有風險 在投資前請公開詳明書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希望說 能夠達成一個順利的運作 所以我們就是執行長 從那個當初的郭家勇 做兩年之後 那我會接兩年郭家勇 那天年底的時候 我們到期 然後會由那個林鴻泉 林鴻泉來接我們執行長 那一般來說我們Working Google 都並不是專職在那邊做 剛才講過 我們都是本來想說 一個太理想性的理想 想說來協助這樣一個活動 那時候創立下來的時候 就以這個所謂的執行長交接制 來要求大家 不要被一個人把持的執行長 把持的千年執行長 那希望說每個執行長 能夠帶給這個平台 有不同的想法 有不同的運作模式 那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的平台 其實都還在變形 還在整理 因為一個平台 需要適應環境 來去協助這個環境 來做改變 那我們其實很努力的 來去做這樣子一個活動 所以說我們其實很 最主要是希望說那些創業家 能夠去有需求 我們怎麼樣來做包裝 怎麼來協助他們 那有些案子 可能我們覺得 還不夠成熟 我們也協助他 你怎麼樣來轉型 你怎麼樣來轉方法 你今天是做平台 做產品的 是不是你的想法 其實可以稍微轉一下 其實你會有蠻考驗的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算是一個包裝師 我們把這個創業家包裝包裝包裝 然後跟ANGEL講說 你看這個團體不錯 來投資他們吧 然後同時呢 也把這個ANGEL包裝一下說 你看我們的平台也不錯 有DIANGEL可以接觸你們 那其實我們的 我們也是盡量的來幫忙 這樣做事情 譬如說好的這個 那個 進行科技 我們第二個投資案子 他其實是做那個 無善童的眼底進 那團隊呢 其實技術是跟公園合作的 剛開始團隊 在公園合作的時候呢 都是以這個 專案起家 到處身影 申請政府的錢幫忙 然後申請了很多個政府的案子來協助 那我們後來覺得說 這個案子其實是蠻不錯的 然後也盡量的去 call了一些ANGEL來看 然後那時候也有一些 區長他在小型眼鏡那邊當這個 這個高管 高級管理員 那時候就建議他說 這個案子不錯啊 可以投資啊 你們怎麼樣來協助合作呢 那就小型眼鏡每個分店都買一台 蠻不錯的吧 他說這個不太好吧 這個買一台就好了 為什麼買那麼多台 我們就跟他講說 這個部分有很多策略合作啊 因為他是無善童的 所以使用這個設備 不需要醫療執照的人員 因為我們去照眼鏡 其實在醫院的時候 其實幫你點個善童劑 這個善童劑的本身 其實都需要醫療行為 那既然是無善童的時候呢 你可以增加你的服務項目啊 你可以免費的來幫你的客戶 去照個張相 如果覺得有些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預期的請他們說 也有後續來去診所裡面做檢查 所以說這案子來說 讓這個進行在當一年度 就有3塊EPS 是由這個學長貢獻出來 那也感謝這個學長 目前讓這個公司 運作了蠻順利的 預計在明年的時候 有機會可以再上個新櫃 然後上櫃發行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我們其實協助案子 我們並沒有辦法趕的 譬如說我們可以怎麼幫忙 因為每個案子其實不太一樣 他需求的東西也不太一樣 我沒有辦法去預知說 你以後我會有什麼來需求 所以我們只是進一個協助的角色 盡量幫忙的角色 所以這種協助這種幫忙 沒辦法有改名 譬如說一定會有什麼來協助 所以說很多時候就會造成 團隊的預期的想說 你們應該要幫我什麼 應該要幫我什麼 可是呢 幫助別人其實是要看對方的態度 跟你的態度 當然你的態度 不是那麼讓人家覺得很好 或者是你的幫忙 人家沒有辦法offer的時候 其實要幫助人其實也很麻煩 所以說我們是建立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能讓雙方來去做 做互相的舒服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能夠選擇說 因為這個平台要能夠成功 要讓那些ANGEL能夠幸福我們的服務 當我們送的案子都不是那麼成功的時候 其實那些ANGEL的團員連看都不看的時候 其實當ANGEL連看都不看案子的時候 其實平常是廢了 為什麼呢 他連看都不看後續更不會做投資 所以說其實我們也在努力的把這個平台 能夠建立讓那些ANGEL能夠覺得幸福 那當然說如果有興趣送到ANGEL的人的話 或者是有興趣來去投你的案子號 其實都可以到ANGEL CLUB來去做這個提案 那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說 能夠經由我們的平台 讓這些創業家跟這些投資人 能夠去做一個仲介的平台 這也是我們當初成立這樣目的 也希望說這個更多有成功的人士 能夠協助新年創業家 我們也本來是希望說 哇 理由新創業家 百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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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啪 如果來投資新創業家多好啊 可是就都有講 沒有這種事情 他們都是很辛苦的 看他們一分一毫錢 即使是十萬塊 他們投資也很謹慎 所以不要覺得說ANGEL錢很好拿 ANGEL錢沒有好拿 但是呢ANGEL他可以投資的領域比較大 為什麼呢 只要他覺得CAS有興趣有機會 就可以來做投資 所以我們並沒有說 投資案子一定是要成立公司 多久有什麼樣的產品 所以我們有幾個CAS 其實是公司還沒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做投資 就是ANGEL他可以比較有靈活的地方 因為呢 對創始來說 其實要的是career 對ANGEL來說他要的是 他這個東西 這個CAS能夠賺錢 他覺得他可以接受那樣的風險 以及那樣的獲利 他就會做投資 所以說這個是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也盡量說 希望這個平台能夠做好一點 那這是我們公司ANGEL卡平台的一些資料 有興趣可以先去網路上面看一下 跟提案 那同時呢 介紹一下我現在工作 我現在其實是酸魚創投的合夥人 酸魚創投其實我們團隊是在 1998年的時候在得心的團隊 那2002年的時候我加入得心創投的時候 我們是有國發基金的投資 國發基金的時候投資我們三成 那根據國發基金內部的統計 我們這個基金裡面有七成投資在台灣的早期創投 那十年之後給股東是有三倍的獲利 其實在早期投資裡面 我們算是蠻不錯的表現 所以說去年的時候那個原來董事長 他們覺得原來的董事長覺得說他年紀很大 他不喜歡再去募資 因為募資其實是一個拉下領皮 去跟人家講的事情 所以他不想要做 那我們團隊覺得說這個事情其實還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們團隊就成立了酸魚創投 現在目前我們幫一家上位公司管理兩億的funk 然後預計今年也要去募個新的funk 那其實我們覺得說在台灣的創投的投資界裡面 其實還缺一塊 這一塊是在七千萬以下 一千萬以上的領域裡面 因為五千到七千其實是創投還沒辦法投資 可是這個是一個銜接的角色 那我們希望說雙魚創投能夠在這個領域裡面 協助一些青年創業家 能夠達成一個銜接的一個角色 好 謝謝 好 謝謝 谢谢